7月20日,38岁的宋称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出庭,据悉他在21日会继续出庭。 根据联邦检察官提控书,宋称2018年11月递交签证申请, 他称自己在2000年至2011年曾在中共军队服役,目前涉雇于北京西钓鱼台医院,地址为北京市傅城路30号,邮政编码100142。 宋称以研究脑部疾病的神经科学家身份,持J1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。 而J1签证是外国访问学者提供学术交流的签证类型。 根据美国司法部20日发布的声明,宋称的申请资料是一个谎言。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,宋其实是中共现役军人。 在2018年一份隶属于中共空军总议院的飞行员脑梗塞相关研究文章中,宋称被列为共同作者。 而所谓的西钓鱼台医院只是为了掩盖其真实身份。 2018年7月13日,宋称被任命为中共军方空军总议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,擅长重症机无力的诊治。 而他在签证申请表上填写的工作地点,其实就是空军总议院,不是什么西钓鱼台医院。 今年6月21日,宋还删除了其外部硬盘驱动器上的一个文件夹。 该文件夹的中文标签为《2018访问学校重要资讯》,其中包括它写给中共纽约领事馆的一封信。 宋称在信中解释说,他打算延长自己在美国的逗留时间,必须透过中共空军及第四军医大学办理手续才行,并称中共军方核发的文件属于机密资料,无法透过网络传送。 此前,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名来自中国的研究员王兴,在6月初时,于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,他也是被指在申请赴美签证时,因刻意隐瞒其现役中共军官身份,而被控签证欺诈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